缅甸克青帮克青的舞蹈表演 今年的2022年的4月23日 我们欣赏一下 漂亮的克青女孩 克青这个服装 就女孩的服装一下就能看出来 但是男孩这次舞蹈表演的服装 跟我之前发的不一样 就应该不是克青传统的服装 因为缅甸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 套称有135个民族 其实没那么多 很多朋友给我留言 他实际上是把很多部落 也挂了这些分到135个民族里面 其实没有那么多 应该几十个民族而已 越感非常强啊 这些年轻漂亮的男孩女孩 非常享受这种文化自信吧 我觉得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能感受到缅甸女孩 缅甸特勤女孩的快乐 都是光脚在跳 这也是缅甸比较传统的 因为这个舞蹈 以前非洲没有看过 泰国这些舞蹈 也不太了解 所以也是跟各位观众朋友 在成长过程 也了解特勤文化 特勤的传统女孩 封实 全名止境吧 不懂没有学行 还要了解 副歌在密治纳都了一年 非常喜欢 可惜非常喜欢密治纳 这个风普人情 他那个天气也都变了 但是近年缅甸经济重大 密斯纳的经济也在续续的衰落 经济也不太好 各方面影响一直蛮大的 所以客戏 那我们年轻人也是跑到雅光 或者是去到国外 也有大量的华人在密斯纳 他们很多教会运到美国 我都遇到过很多 客戏男孩刚才用的是刀 这些错误的认为是戒指 大家记得一下 是客戏男孩的刀 有的观众朋友留言也说到 男孩到女方家里面 越是一个东西 客戏刀 有一个手转 我都不知道这个名字 应该叫什么 知道 男孩儿也感受在这种 这么运动的状态 享受这种 女人舞蹈 你能感受到她们的 变得不香 天气快乐吧 真好看,你都知道 客戚女孩也是能多上女 客戚优秀的一个女孩 客戚的情况也是特别有运气客户 你看你们看 像老独爱我们的问问我们的 按影星天,戴酒别哪了 像我独爱孟弹 像我独爱喵你 我们的男孩嗓 Bacon 像我独爱孟弹 我 他就是18岁左右 反正也不太大 有的人说女人 大姨我感觉 女人比我吃饭 都都好 好可爱啊 你们喜欢这样的民主舞蹈吗 喜欢客戏文化吗 飞哥以后多分享一下缅甸各个民族 有趣的真实的 感谢大家对飞哥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飞哥缅甸说